天气炎热,很多人会到西边或是海边玩水 但要小心潜藏寄生虫危机 中国有一个妈妈带6岁的儿子到海边游泳 却身体不适 诊断之后发现是感染罕见的阿米巴猿虫 引发了脑膜炎 医院还发出了病危通知 而阿米巴猿虫是一种生存在热带 还有亚热带的罕见寄生虫 大多会出现在水跟泥土当中 一旦感染,没有及时诊断治疗 致死率高达99% 炎炎夏日才采冰凉溪水 或是到海边冲浪游泳,超级消暑 但在中国有妈妈带着6岁的儿子到海边玩水 结果小朋友回家途中身体不适 连续几天发高烧,严重呕吐 打了点滴不见好转 最后抽取脑极液化验 这才发现是感染阿米巴猿虫 医院还发出病危通知 造成脑部的溃疡化农 血部分会被吃掉 感染之后脑部比较会肿胀 那脑压会比较大 没有用堆药,那致死率当然可以接近百分之百 阿米巴猿虫又称为食脑虫 是一种生存在热带和亚热带的罕见寄生虫 大多出现在水或泥土当中 如果喝到被污染的水 容易造成肠味道或者是肝脏感染 但如果像是碗水呛到 水从鼻腔进入脑部就有可能会引起化农性脑膜脑炎 因为不好诊断致死率高达99% 医师提醒到户外玩水要留意水质是否干净 而且持续流动 尽量避免把头潜入水中 让水进入鼻腔 如果吸水后出现发烧 恶心呕吐 就要立刻就医 记者未雨天成建国综合报道